然後去拍《哥哥3》 我覺得因為我也是很納悶啊 我在跟他們開會的時候 我說你們到底為什麼要找我啊 他們找了我三次喔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你們為什麼要找我 我也很老實跟那個製作單位講 他說因為你很帥啊 我說我已經45歲了 可以不要用這種荒唐的理由嗎 然後走了三年拍完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說 我好像完成了人生一個很重要的夢想 當然謝謝很多很多人 真的很多很多人 可是我都會覺得我這三年沒有白費 所以我的情緒稍微有點激動 我是很抱歉的 因為我是真的沒辦法控制的 抱歉 因為我真的太想念我的老師了 然後去拍《哥哥3》 我覺得因為我也是很納悶啊 我在跟他們開會的時候 我說你們到底為什麼要找我啊 他們找了我三次喔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你們為什麼要找我 我也很老實跟那個製作單位講 他說因為你很帥啊 我說我已經45歲了 可以不要用這種荒唐的理由嗎 他說沒有啦 好奇 我說你們為什麼要好奇我 我說我跟你們好像是不同市場的人耶 他說你可以來挑戰啊什麼的啊 我就說 欸 你這樣講我反而有點興趣了 然後就大概知道 他好像不是一個開玩笑的節目 也不是讓你耍帥的節目 是你真的要認真做的節目 所以我就抱持這種心情 然後我也就跟他們說 其實我是在偷學你們的東西的 因為我知道你們是很強的製作團隊 然後我就想說 擺文就不如一見吧 我就去會會你們 看看你們到底怎麼樣經營這麼大的一個綜藝節目 然後而且我現在我很會唱歌 欸 還沒有抽到 不知道 而且去那邊蠻好的耶 蠻好玩的啦 就是那個三十幾個男生煮早餐的畫面 我真的覺得太好笑了